大家好 今天是2月12日 星期二 今天港股仍然有一个比较好的表现 再有一个上升 不过今天的上升 就好像跟之前的时间相比 好似的力度 差一点 而且开始看到个别的股份 好像有点升不起 其实在过去这一段时间 大市上升 我觉得也是过去这几天的时间 跟大家分享过一些 我对这一排大市的看法 主机度也是这样 而且本身内地的行情 仍然有一个比较好的表现 所以令到大市本身仍有得升 但是我想说外围方面 大家似乎对于 经济衰退的阴霾 开始越来越重 其实在昨天的时间 都看了很多 关于外围经济的展望 又跟大家分享个别的看法 好像有些大行 我忘记了哪一间 好像Rangard Rangard 那间叫做领航 那间公司 预期 他说今年 今年美国方面 会不会出现衰退的状况 他觉得未必会 不过下年衰退的机会 差不多有五成 这是说到美国方面 他觉得 今年打后的时间 美国的升幅 和前年相比 将会减一半 表现不会太理想 这是对于美国当前的状况 但是 像Morgan Stanley 也预计 S&P500 这些公司 可能它的 EPS 回估盈利方面 可能是说 增长 是今年 百分之一 之前的预计 百分之四点多 所以反映到 经济衰退的状况 似乎现在 在环球来说 是一个比较大的隐忧 所以这件事 怎样也好 大家要记住 记住这个阴霾 这个状况 千万不要比这段时间的大市 升得不错 掉以轻心 其实你说 这段时间 港股不断上冲 我反而会觉得 很多投资者开始有个感觉 就是说 不追货不行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这样的想法 大问题就是 通常 当大家可能 觉得市 我们说 升上来的时间 又不信 它升 到有一刻 突然觉得 不是啊 市场升更多 升更多 接着呢 到最后那一刻 升上来的时间 大家又会觉得 不是啊 真的不买货不行 那就会到时追上去 但是很多时候 当大市本身的主基调 或者基本面 不是这么强的时候 这些就是我们说 中伏位 是啊 所以大家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多不多货 我见一位朋友 就很开心的 就是说他的价格 很多货都赚到 差不多两成多 恭喜你了 不过就可以的话 也先减一减 先吧 虽然真的不知道 这一转的时间是真升 还是假升 但是 从基本面去看的话 真的不算是很理想的 所以如果有钱赚 可以的话 减一减 减一减 令自己可能不会太紧 就是担心 也是一个好的情况 是的 另外 可能也要说一下个别的版块 先多谢大家 因为 其实你说信语 为什么会 研究得比较深入一点 没有的 有时候就是说 当我自己 大家都知道 去年的时间 去年的年中 信语 我也曾经看得很理想 但是 之后 出来的业绩 令我大失所望 之后 我也继续看回 这个版块 一些资料 一些资讯 其实也是 我觉得分析员 很多时候 你的料 日积月累 是要慢慢继续 而且 可能我的性格 也是喜欢研究 是的 我真的不喜欢炒股 我是喜欢研究 所以 有某些范畴 可能会研究得 比较深入 也不敢说 研究得很深入 因为现在很多的版块 例如科技 新经济 日生月异 所以 要继续看多些资料 所以现在常常有些 不太够睡 特别是昨晚 我想 我有时说话 是觉得不好 或者说得比较快 我自己知道 是的 还有 可能有时 当我忍状的状态 不太好 有影响 是的 我不知道 我这几排 整天都好像 有些失眠 其实是 就是 我昨天晚上 就是说 星期日那晚 我好像没有睡过 所以很少 在公司 尤其是午餐 会睡觉 睡觉 今天都 这两天都受不了 有时间都立刻 合一合线 是的 但是 希望 有些过去的 就不想了 希望了 不过 我明白的 都会不断提醒自己 做好些了 五叔 是 我一个很尊敬的人 就是五家文 我很尊敬他 我当是大佬 他都有提点过我 我都 我明白的 所以 多谢这位朋友的意见 不过 也说回 手机设备 甚至乎 既然昨天说了这些版块 不如我说一下其他版块 其他的版块 好吗 好像汽车股 好像吉利 吉利 昨天看到数据之后 真的马上跟我同事 即一群好好的同事 都马上去看了很多内地的网站 有些汽车的 我们说是销售网站 看看他的情况 就看到很多 其实 为何吉利的卖得那么好 和销售的卖得那么好 最主要是靠减价 是的 所以 大家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说 买卖分析一些股份 可以的话 可以自己做一些功课 你也是可能 我们昨天怎么做呢 逐个牌子 或者逐个品系 例如拍某柏 礼刻 逐个打入去 könnten它注意缴 propor 自然该它们目的是 能不能靠减价买得到这些车 那吉利就是这个情况 所以 大家都变了 雖然今天股价很亢rer 但是 大家不要太过認为 它们的队态 已经 hole B ск 我觉得仍然 所以 也不要高追 另外医药股 昨晚有罕见的痕病 可能是增值税的补贴 但大家都明白 之前的大方向是大量采购 令股价和政策面很负面 所以现在也不建议大家进取 但纯粹是反弹也可以 今天也想说一件事 我见到股市有点怪的现象 是什么呢? 我见到很多以前的时间不移动的股份 但NAV折扣比较大的 今天也有些资金是追下去的 我不知是否叫水尾 但问题是当时一千年都不移动的股份 即是打扮行的那些 突然之间好像带回成交 我也不知道是否一个好的现象 我也会盯着这些股份 看看到之后的时间 是否虚火 或是炒到尾声 也开始炒到这些版块 另外有朋友问三八四 中国燃气 这一只没什么特别的意见 因为这一只 我们说是炎气版块 甚至是天然气的股份 我也看得到很乐观 而且中燃气 某程度上 也可以炒多一个因素 炒什么呢? 炒入蓝丑 因为之前也是 隔壶市 就会炒这些版块 这些股份 假设你未有货 这是一个短炒的情况 长远来说 来地方面 我们有些天然气的管道接触 也好 舒气也好 这个景气不差 所以可以的话 我会见你有货 先插上去 没有货的 还是留位去买 今天也是这么多 不好意思大家 今天影片录制了一点 而且我现在也要趕着去LOW那边 差不多 做节目了 今晚 所以也是 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都会不断改善我自己的 是的 多谢大家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